女同學扛著三角錐 其他人拿了無可利利 男同學手上拿著機器人 跟老師一起擺在地板上 高雄市新向國小也來玩開箱文 老師跟學生一起同樂 總務處人員拿著除草機拍照擺POSE 有夠勁 校長也很犧牲 側躺擺出騎腳踏車的姿勢 誇張的是還有急救安妮 偷馬桶的吸盤 推車跟雨鞋 全校各處式的用具都拿來了 中間還有教室節快樂五個字 不下150樣的東西 把各處式他們重要的一個器材 通通把它給拿出來 教務 學務 輔導 總務 人事會計 甚至校長室啊 我們都搬出我們的法寶出來 那我們在這邊用這樣的方式 來慶祝教師姐快樂 原來是為了慶祝教師姐 校方搭上最新潮流開箱文 也讓學生跟上最新時事感受新奇 很好玩 我覺得全部都很特別 在這個特別節日跟老師 只請坐而且是用跟平常不一樣的方式 全台都在玩開箱文 高雄市公務局也很費工 把鋪路需要用的大型重機具 像是刨廚機 鋪裝機都開來了 還找來工程人員擺出鬥趣姿勢 縮食影片超搞笑 而台北市動物園也PO出兩張開箱照 除了公務用的貨車大機具外 還有動物要吃的牧草 另外還有斑馬吉祥物 另一張則是水池維護裝備開箱 旁邊吉祥物是一隻超Q水塔 動物園開箱文有共蒙 也讓大家看到保育園十八般武藝 得樣樣精通不好當 記得高雄台北綜合報導